今天要为你解读的是一本难度系数非常高的书叫为什么副标题是关于因果关系的新科学难度有多高呢在我过去一年的解读中这应该是最难的一本没有之一那这本书主要说了什么呢借用作者的原话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推开了一扇新的科学叫因果科学的大门而已 注意啊他说的不是一个新的课题或者新的研究而是一门新的科学 当然敢说这话的也不是一般人这本书的作者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传奇人物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朱迪亚普尔老人家今年已经83岁曾经被大西洋月刊评为机器学习技术的开山鼻祖 但是现在呢已经80多岁的普尔却是这门技术最激烈的批评者 他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我们有必要花两分钟说一说因为只要读懂了这个原因我们也就大致了解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简单说普尔的态度之所以发生转变原因就在因果这两个字上 普尔认为现在的人工智能根本就不具备真正的智能 它只能算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 它所有的能力都是基于已有的数据都来自人类的输入 但是真正的人工智能必须能够超越经验 能够想象一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 能够处理那些从来没有被录入数据库之内的事 而要想具备这种超越经验的能力 首先要具备因果思维 那么为什么说因果思维能让你具备超越经验的能力呢 举个例子 在圣经里上帝针对吃苹果这件事 问夏娃你都做了什么 夏娃回答 都是因为蛇是蛇骗我吃的苹果 注意啊 上帝问的是事实 是你都做了什么 而夏娃回答的是因果 是做这件事的原因 对人类来说 因果是一种特别自然的思考方式 但是就是因为太自然了 以至于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这种思考方式 其实反映了人类的一种超越经验的能力 你看 夏娃之所以要回答做这件事的原因 是因为他猜到上帝可能会责备他 他想找个理由获得宽恕 但是注意啊 上帝责备他这件事实际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他根本不在夏娃的经验之内 只是夏娃猜到上帝会责备他 你看 在这一问一答的因果分析中 夏娃已经完成了一次超越经验的思考 换句话说 因果不仅仅是对已知经验的总结 比如因为我吃了饭 所以我觉得饱 因果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它其实是一种超越经验的思考能力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说 只要把这种因果思维变成一串代码 输入给人工智能不就得了吗 当然这么想也没错 但问题就出在 这一串代码根本不存在 因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 在科学的世界里 根本就没有因果关系 很多科学家认为 因果关系根本不存在 换句话说 因果甚至都没有被纳入科学的范畴 科学家怎么可能用科学的语言来描述它呢 而没有科学的语言又怎么可能把它交给人工智能呢 好 说到这儿啊 我们可以说一说这本书的核心了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让因果这门学问重新回到科学的范畴之内 研究怎么用科学的视角看待因果 当然 这门科学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 会不会成为一门新的科学 现在都难说 我只能说假如能成 那么此时此刻你就见证了一个伟大的时刻 见证了一门新科学的诞生 当然 即使不成 我们也算是参与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有关因果的科学思辨 在正式解读之前 我要先说明 这本书的信息量非常大 很难用半个小时说清 而且书中的某些内容 确实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今天的解读 我们顶多算是揭开了因果科学的一个边角 假如未来某天你有缘读到这本书 也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对你阅读原书有所帮助 那接下来我将分成两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我们一起看一看 这场持续了一百年的有关英国的科学思辨 说说到底应该怎么用科学的方式看待英国关系 第二部分我们再深入借鉴科学家的智慧 说说应该怎么用科学家的智慧来完善自己的英国思维 好 咱们先说第一部分 应该怎么用科学的方式看待英国关系 前面说过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 在科学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英国关系 那为什么没有呢 这要从一百多年前说起 1877年 著名的发明家 人类学家 也是统计学的鼻祖 达尔文的表弟叫弗朗西斯高尔顿 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得出一个结论 认为科学的世界里根本没有英国 这个实验并不复杂 把一块木板立起来 然后木板的上半部分是一排排的小格挡 下半部分是一排垂直的竖槽 一个小球从上边的正中央落下来 经过一排排小格挡的碰撞之后 落在下面的槽里 当然落在哪个树草 事先算不出来 碰撞是随机的 这个板子叫做高尔顿板 在实验里 虽然小球的下落是随机的 但是当你放下一堆小球之后 会发现 小球的分布呈现出一种规律 中间部分的树草里 球特别多 然后越到两边 树草里的球越少 整个小球分布 呈现出一个平滑的中型曲线 统计学上管这种现象叫正态分布 高尔顿用这个实验来模拟人的遗传 比如身高 人的身高会受到很多遗传因素的影响 就像板子上的一些小格挡一样 但是不管有多少因素 最终都会呈现一种正态分布 也就是大多数人都会处在一个平均区间 不高不矮 而特别高和特别矮的人都是少数 当然到这一步 并不是什么新闻 真正有趣的是接下来 高尔顿把这个实验又延续了一步 在原来的高尔顿板下面 又接上一个高尔顿板 也就是让原本在树草里正态分布的小球 再下落一次 再次经过一大堆小格挡 并且再次落在一排树草里 那这么一来会发生什么呢 无论是理论推导还是实验演示 呈现出的结果都是 第二层树草里的小球分布 会把正态分布这个趋势放大 也就是各个树草之间的小球数量会变得更均匀 这个由小球组成的曲线会变得更平缓 这两层高尔顿板模拟的是两代人的遗传 对应到现实世界呈现出的结果应该是 在第一代人当中 特别高和特别矮的人是少数 而到了第二代 特别高和特别矮的人都会变多 而身高是平均值的人会变少 就像第二层高尔顿板里的小球分布一样 假如你没太明白 我再次建议你点开文稿 看一眼图片 马上一目了然 说到这儿 你一定已经注意到 现实世界并不是这样 不管是在哪一代人中 特别高和特别矮的人都是少数 这就奇怪了 你看 假如下一代的身高 是在上一代的基础上遗传的 那么身高特别高的人 生出的孩子很可能比父辈还高 这么子子孙孙一代代下来 就会有越来越多特别特别高的人 同样也会有越来越多 特别特别矮的人 但是这些并没有发生 身高特别高的人 下一代的身高大概率上会矮一点 同样特别矮的人 下一代往往会高一点 总体上看 每一代人的身高分布并没有呈现出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 高尔顿还观察了600多个英国名人 发现这些名人的儿子们普遍不如父辈有名 就像咱们常说的 富不过三代 高尔顿把这个现象叫做回归平庸 现在我们稍微改了一个字眼 管他叫回归平均 也就是不管上一代比平均值高多少或者低多少 在下一代身上 这些差异大概率上都会缩小 他们会接近平均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回归平均这个现象呢 这个问题啊 高尔顿思考了12年 终于得出结论 根本就没有原因 没有神秘的力量 世界本身就不是因果能解释得了的 冥冥之中 我们就是会回归平均 没有理由 当然 这其中还有很多复杂的研究思考 咱们在这儿就不展开说了 其实啊 不管到底是什么力量导致了回归平均 它都指向一个事实 那就是父亲的身高 并不能百分百决定孩子的身高 上一代并不能决定下一代 他们存在一定的关联 但不存在绝对的因果 高尔顿把这种关系称为相关性 这就是相关性这个概念的起源 后来高尔顿的学生叫卡尔皮尔逊 把这个思想壮大 认为世界上只有相关 没有因果 这也成为很多科学家的共识 这就是为什么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科学的世界里只有相关 没有因果 同时 皮尔逊还对相关性做了区分 认为在这些相关性中 有些相关很有意义 比如父辈的身高和孩子的身高 还有些相关性没什么意义 比如一个国家的人均巧克力消费量 和这个国家的诺贝尔奖得主人数呈现正相关 这种相关性就没意义 总不可能是吃巧克力导致了得诺贝尔奖的几率增加 你看 皮尔逊的论证好像很有道理 到这一步 有关因果的争论好像已经有了定论 但是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皮尔逊的观点里 其实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 回顾一下刚才的话 皮尔逊说 巧克力消费量和诺贝尔奖得主的人数 这种相关没意义 而之所以没意义 是因为吃巧克力 不会导致得诺贝尔奖的几率增加 注意啊 这里用到了导致这个词 什么叫导致 说到底不还是英国吗 换句话说 皮尔逊自己不承认有英国 认为世界上只有相关 只是有些相关有意义 有些相关没意义 而判断有没有意义的标准 还是英国 说到底啊 作为英国关系最忠实的反对者 皮尔逊自己也在使用英国关系 你看到这一步 有关英国的争论就变得有点尴尬了 从科学上 我们证明不了英国关系存在 但是呢 我们的思考又离不开英国关系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用科学的方式来看待英国关系呢 对于这个问题 普尔在这本书里给了一个答案 他借用了一点哲学的视角 他认为啊 要想说明白英国 得先把主观和客观这两个维度分开看 在他看来 英国其实是一种人类的主观思维方式 也就是当我们观察到一些客观事实之后 就会主观的建立起英国联系 至于客观世界 也许不是按照英国规律运转的 就是只有相关 没有英国 但是呢 人类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 却是通过建立英国关系 比如你吃完一个馒头之后 你确定只要再吃几个 你就会饱 但是事实上 你并没有吃到后面的馒头 这只是你的猜测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猜测呢 因为你在无形中建立了一种英国关系 觉得是吃馒头这个原因导致了你吃饱这个结果 所以你确定只要再吃几个馒头 你就会饱 你看啊 即使是再简单不过的一次思考 我们就已经调用了英国关系 换句话说 不管客观世界存不存在英国关系 我们主观上都离不开英国这个思考方式 其实啊 在读到这的时候 我个人是感觉这个结论有点不够解渴 作为一本讲英国关系的书 书里从头到尾都没有正面回答 应该怎么用科学的语言来定义英国关系 书里只是描述了英国关系的两个特征 第一开头说过 英国关系其实反映了一种超越经验的思考能力 第二英国关系是一种主观建立的思考方式 但是回过头来想想 作者这么想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首先 现在的科学研究确实还没到这一步 怎么用科学的方式定义英国关系 根本就没有一个定论 但是呢 你又不能一直纠结在这个问题上 因为有一个因素逼得你必须往前走 这个因素就是人工智能 假如我们纠结于英国到底存不存在 或者怎么用科学语言来描述英国关系 等研究明白了之后 再把它们变成代码交给人工智能 那这个周期未免太长了 就像你非要把牛顿的力学定律研究明白之后 再制造一把锤子一样 珀尔其实是想跳过理论研究这一步 直接去实践 去琢磨怎么把英国思维交给计算机 所以他先是在相关性的定论中找出一个漏洞 你看到这一步说英国不存在这个观点 不能完全站住脚了 你就算不支持英国关系的存在 至少也找不出彻底颠覆他的理由 好 既然理论上纠缠不清 我们也不必费脑筋 干脆直接通往实践 我们直接琢磨下一件事 就是怎么把英国思维交给机器 在确定这个目标之后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就不是怎么定义英国关系 我们的首要问题变成了 怎么完善自己的英国思维 你看既然英国思维是主观的 现在牛要把它交给机器 那么在传授之前 你至少得先尽可能完善自己的英国思维吧 就像你想到老师 首先得提高自己的水平 而且这不光是科学家的问题 这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那接下来第二部分 我们就来说一说 怎么完善自己的英国思维 在介绍书里的观点之前 我有一点个人的思考 非常想跟你分享 当然 这也是因为这篇解读稿 本身篇幅有点长 而且很严肃 我的个人分享呢 就算是一个中场休息吧 我想跟你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神话 后裔社日 说的是天上有九个太阳 庄稼热的寸草不生 人也快热死了 怎么办呢 一个叫后裔的人 用一把大弓射下了八个太阳 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但是我希望你注意的是 我们在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 使用的因果模型 那就是当天上有九个太阳 这个原因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答案很明显 那就是热 第二个故事来自于著名的小说三体 说的是在遥远的外星系有三个太阳 这三个太阳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 彼此吸引 做出了无穷无尽的不规则运动 这个运动没有任何规律 人类根本算不出来 它已经超过了人类目前的数学极限 注意啊 在这个故事里 我们的因果模型已经变了 我们已经意识到 用不了九个太阳 只要有三个他们的运动规律 就已经超过了人类的数学极限 你看 在后遇摄日的故事里 我们建立因果模型时 只考虑到了热这一个因素 因为在人们编这个故事的时候 还没有发现万有引力 但是在三体的故事里 人们已经意识到万有引力的存在 所以我们也意识到 三个太阳带来的不仅仅是热 还有人类无法预测的不规则运动 当然这个因果模型也不一定准确 没准未来的某一天 人们又发现了万有引力之外的新规则 我想说明的是 这个世界同时存在很多不同维度的规则 比如热力 万有引力 能量守恒等等 你能察觉的规则越多越关键 你的因果模型就越准确 好 这是我个人对于怎么完善因果思维的一点思考 那接下来咱们书归正传说一说 普尔作为一个科学家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在这本书里 普尔给出了很多完善因果思考的方法 其中有两个方法出现的频率最高 几乎贯穿全数 第一个方法叫区分混杂因子 第二个方法叫找到中介因素 咱们先说第一个区分混杂因子 什么叫混杂因子呢 咱们得从一个著名的悖论说起 这个悖论叫辛普森悖论 他说的是啊 假设有一种药物 对男人有害 对女人也有害 但是呢 对人类有益 是的 你没听错 就是一种药 对男人有害 对女人有害 但是对人类有益 你可能觉得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太匪夷所思了 别急 听完下面的推论 你会觉得更匪夷所思 首先啊 这个结论是有扎实的数据支撑的 假设 这个实验把患者分成两个组 一个是吃药的处理组 一个是没吃药的对照组 处理组包括40名女性和20名男性 而对照组呢 反过来 包括40名男性和20名女性 但是两个组的总人数是相同的 都是60人 然后呢 在没吃药的对照组 40名男性中有12人患上了心脏病 患病率是30% 20名女性中呢 有1人患上了心脏病 患病率是5% 而在吃过药的处理组呢 20名男性有8人患病 患病概率是40% 40名女性有3人患病 患病率是7.5% 当然我知道这些数字很复杂 你也不用刻意去记 你只需要大概的知道 男性不吃药 患病率是30% 吃了药呢 患病率是40% 显然 药对男性有害 而女性呢 不吃药 患病率是5% 吃了药 患病率是7.5% 一目了然 他对女性也有害 但是接下来 反常的数据出现 假如把男性和女性的人数加在一起 重新计算这个比例 他就变成了 在没吃药的60个人里 得病的总数是13人 患病率是22% 而吃过药的60个人 得病的人数是11人 患病率是18% 再重复一遍啊 从总人数上看 不吃药 患病率是22% 吃药患病率是18% 这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药对人有效 前前后后 把这些结论连在一起 就构成了辛普森悖论 一个药对男人有害 对女人也有害 但是对人类有益 辛普森悖论 本身并不是一个新发现 他已经让学术界争论了几十年 这回呢 普尔从因果关系的角度 提出了一个新解法 这就是你要找到造成 辛普森悖论的混杂因子 所谓混杂因子 就是同时会影响原因和结果的那个因素 在这个实验里 吃不吃药是原因 有没有得病是结果 那么是什么因素 同时在干扰这两点呢 仔细想想 你就会发现 是性别 你看 男性和女性服药前后的发病率不一样 说明性别对服药结果有影响 同时在对照组里 男性比女性多 而在处理组里 男性比女性少 这说明啊 男女的服药比例 也跟性别有关 好 到这一步 我们可以确定 性别是这个实验里的混杂因子 这个混杂因子 也叫后门路径 它就像在这个因果链条里 开启了一个后门 然后从后门进入 干扰因果关系 意识到性别这个混杂因子之后 你要做的就是阻断这个混杂因子 所谓阻断 其实就是要坚守一个原则 那就是绝不能把跟混杂因子相关的因素直接加在一起 一定要分开计算 体现在这个实验里 性别是混杂因子 你就不能把男女的人数直接加在一起 而是要分别计算男女各自的得病概率 分开计算之后 这个混杂因子的干扰就被排除了 被排除之后 你才能做接下来的统计 按照这个方法 男性服药前的得病概率是30% 女性服药前的得病概率是5% 那么就可以算出 对男女总体而言 服药前的得病概率是二者的平均值 17.5% 而服药后呢 男性的得病概率是40% 女性是7.5% 平均值是23.75% 你看算完之后 对男女总体来说 服药前得病的概率是17.5% 服药后是23.75% 这么一来 你就获得了一个正确的结论 这个药对男性有害 对女性有害 对人类也有害 这个算法乍一听可能有点复杂 我建议你花一点时间稍微想一想 它就像一层窗户指 一旦捅破你会发现其实特别简单 更重要的是 破尔本人把因果思维分成了好几个层级 都是什么 咱们就不多说了 但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区分混杂因子是最高级的一级 花点时间搞懂这一级 你就能体会到破尔眼中的最高级的因果思维是什么样的 当然 假如你觉得这一集有点复杂 咱们把难度稍微降低一点 说一说第二个稍微简单一点的方法 叫做找到中介因素 什么叫中介因素呢 简单说啊 就是由一个原因导致第二个原因 而第二个原因呢 导致最终的结果 这第二个原因就是中介因素 举个例子 在几百年前的航海时代 船员经常得坏血病 最终可能导致死亡 当时的人猜测 这可能跟饮食有关 因为海上没有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18世纪 苏格兰海军发现 服用柠檬能预防坏血病 好 这就得出了一个因果模型 柠檬是原因 预防坏血病是结果 当时呢 本来给船员吃的是西班牙柠檬 后来发现 西印度柠檬更便宜 为了节省成本 就换成了西印度柠檬 同时为了防止变质 人们还把柠檬榨成汁 煮熟了带上船 结果呢 坏血病大面积爆发 你看啊 这个因果模型被颠覆了 显然 柠檬并不是预防坏血病的原因 直到20世纪初 人们才能明白 真正对坏血病有预防作用的 是柠檬里的维生素C 而西印度柠檬的维生素C含量 只有西班牙柠檬的四分之一 而且柠檬汁煮熟之后 这些仅存的维生素C也被破坏掉了 在这个故事里啊 维生素C就是中介因素 是吃柠檬导致了吃进维生素C 而吃了维生素C又导致了预防坏血病 换句话说 找到中介因素是建立因果模型的关键 假如你的因果模型不能被反复验证 你就要考虑是不是忽略了中介因素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二个提升因果思维的方法 找到中介因素 在普尔建立的因果思维层级里 无论是找到中介因素 还是区分混杂因子 他们都属于高级的思考方法 花点时间搞懂他们对我们还是很有帮助的 好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内容 怎么提升自己的因果思维 我们说了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区分混杂因子 也就是找到那个同时对原因和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 然后想办法阻断它的干扰 第二个方法叫找到中介因素 也就是由原因一导致原因二 而原因二又导致结果 这个原因二就是中介因素 中介因素是建立准确因果模型的关键 到这里这本为什么先为你解读到这 咱们今天一共回答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科学家是怎么看待因果关系的 珀尔给出了结论是 因果是我们观察世界的主观模型 第二个问题是 怎么提升自己的因果思维 咱们说了两个方法 区分混杂因子和找到中介因素 这部分刚说完就不再重复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